十大十小的雨室 交不息慈濟长岛之会 服务社区民众的热情 帐篷下的挂号区 一早就有不少人等待就诊 我们昨天就先set up好了 昨天天气还不错 今天早上就下大雨 不过我们能够来的服务到了 我们就尽全力热忱的来服务这样 疫情后通膨压力大 许多低收入或无保险的 西雨疫民众 无力照顾到自己的身体状况 医疗团队多个科别 关心近200人次的健康 现在感觉上就是牙科跟眼科 需要量很大 可以办几场小型的抑诊 针灸科跟物理治疗 因为疼痛的人现在也是蛮多的 所以也是要发展的一个趋向这样 暑假期间也有台湾磁科大学生 跨海实习 艳光 视力检查 小细节 收获风 像刚刚我们有 从江西班牙 南文的人 然后翻译文字是在忙 所以我们用Google翻译 直接翻译 讲英文 然后它可以变成Spanish 一开始会紧张 然后发现后来会遇到一些 就没有学过的事情 然后就值得 很值得去学习它 此际的疫诊服务成为 弱势民众的健康守护站 也让预防医疗的观念 开始在社区乍根 大爱新闻 邱品豪 林建志 这是美国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